河南京县诡异白头村 村里人不管男女老少都白发苍苍 但是却没人知道是什么原因 附近的人都认为 这是村子遭到了诅咒 因为他们的祖先曾得罪了神灵 所以只要是进了村子的人都会白头 不过专家却不信邪下定决心要找出原因 没想到一进村就连专家都白了头 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白头村的背后 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长按点赞加关注 在河南起县有一个神秘的村庄 这个村子原本叫做江陵岗村 但是后来却成了远近文明的白头村 他们之所以被附近的人冠以这个名字 是因为江陵岗村的人都是白发 不管是七八十岁的老人 还是五六岁的孩童 个个都顶着一头花白的头发 也正是因为这种现象实在是太过诡异 所以十里八乡的人都称他们村为白发村 可一般来说在生活中 如果一个人的头发突然变白 除了年龄的原因之外 可能还与基因突变营养不良 精神压力过大或家族遗传有关 但是像白发村这种全村都白头的情况 属实不多见 据说这件事情刚发生的时候 村民们都感到惊慌不已 还以为自己是得了什么病症 可是村里魏斯也请来了很多医生给村民们检查 结果却发现他们的身体很健康 并没有找到产生白发的原因 后来村民们觉得只是头发变白 身体也没什么大碍 就渐渐放下心来 知识人都有爱美之心 再加上村民们的情况特殊 年纪轻轻就一头白发 为了不受到别人一样的眼光 村民们就经常去理发店把头发染黑 可这到底是治标不治本 而且时间长了村民们的秘密也瞒不住了 于是很快他们村都白了头的消息 就被传到了十里八乡 附近的村民既对他们的遭遇感到好奇 心里又有点害怕 毕竟这是怎么看都透着诡异 白发村也在村民们的口中越传越邪乎 这也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而当地的相关部门对此也是高度关注 于是就组织了一支专家队 和记者一起来到了白发村调查真相 没想到他们一进村 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当时是白天有不少孩子在路边嬉戏 而大人们则忙着自己手里的活 只不过他们最统一的一个特点 就是每个人的头发都是白的 这要是单看上了年纪的人 倒是不觉得奇怪 但是十来岁的孩子和年轻人 他们那么年轻的面孔 却顶着花白的头发 怎么看怎么觉得怪异 记者采访了一位十多岁的男孩 他的后脑勺已经花白了一片 记者询问他头发变白的原因 然而男孩却摇了摇头 表示自己也不知道 并对记者解释 这白发不是因为生病产生的 因为男孩的身体一直很健康 而且白发是从他十岁那年才出现的 村里和他年纪差不多大的孩子 也都有白发 要说突然白发的记者也见过 但那几乎都是精神压力太大导致的 就像人们常说的愁白了头发 可是十多岁的孩子 正是天真烂漫的时候 又能有什么烦心的事呢 河南一村庄村民集体白头 不管男女老少都白发苍苍 可却始终找不出问题所在 甚至还有人认为 这是村子遭到了诅咒 就连前来调查的专家都中招了 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而且除了精神压力大和健康方面 又有什么能让小孩子白了头呢 后来记者和专家继续往村子里面走 发现这白发村也是有几个头发黑的 尤其是年轻人头发看起来很正常 这在白发村可就比较罕见了 记者和专家对此也很感兴趣 于是就上前和这些年轻人攀谈 只是结果却出乎了他们的意料 原来这些人的头发之所以是黑的 是因为他们年轻人在意形象 特意去理发电燃的 专家在经过走访之后 又向白发村的村主任了解情况 村主任表示 他们村白发的情况已经好多年了 几乎有80%的村民都有白头的情况 这些年来村民们也采取了各种方法 但最后都没什么成效 就连医生都检查不出来什么毛病 久而久之大家也就顺其自然了 但还是有不少村民觉得这是怪异 认为可能是村里的风水不好 甚至还在村中掀起了一股烧香拜佛之风 可不管他们再怎么诚心恳求 村民们的头发也没有恢复正常 专家直言白发的原因 肯定和这些怪力论神没关系 很可能是营养不良或者是遗传下来的 为了更好地了解白发村的情况 专家异形人直接在村里住了下来 一开始专家觉得营养不良的可能性比较大 或者是村民们身体里缺乏某种微量元素 但是经过几天的观察 专家的这个猜测直接被推翻了 因为白发村虽然算不上富裕 但也没有人家会少吃少喝 村里的卫生所也每年都会定期为村民们体检 所以他们也不缺乏什么微量元素 那再把这些因素排除 难不成白发的原因是家族遗传吗 专家特意来到了一户人家 因为这户人家的白发情况比较严重 他们家的孩子才14岁名叫张武 从10岁开始就长出了白发 现在更是满头都花白了 看起来就像个老小孩一样 而张武的父亲更显老胎 记者一开始还以为他已经六七十了 没想到老张说自己才40多岁 专家在了解到张家的情况后 就倾向于这白发病是家族遗传 毕竟医学上的遗传病也有不少 可是要真只有几家是白发的情况 倒也能说得过去 但现在整个村几乎都白头了 家族遗传病的范围有那么广吗 再说了白发村的媳妇 也有从其他地方嫁过来的 嫁进来的时候都很正常 可在村里待了几年之后 头发也是不可避免的变白了 这可就和家族遗传没什么关系了 把这个因素再排除之后 专家认为村民白发的情况 应该和当地的环境有关 而且村民们也都说 村里外出打工的人 都没有出现过白发的情况 这也更正视了专家的猜测 只是在对村里的土壤进行检测后 专家发现并没有什么有害物质的残留 就连村民们吃的蔬菜瓜果也没问题 难道还有什么因素被遗漏了吗 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 专家一行人中 也有人长出了白发 河南京县神秘白头村 村里的男女老少都长出白发 村民们都说是风水不好 甚至专家前来调查也白了头 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就在他们百思不得起起之时 村里一口颜色泛黄的水糖 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于是就向村民了解饮用水的情况 没想到还真让他们找到了线索 据村民所说 他们这喝的都是井里的水 但是这水不好喝又苦又涩的 专家立即对井水进行检测 结果发现水中的微量元素 竟然远超国家标准 而村民们头发中镍元素的含量 更是比常人多了不止十倍 这下导致村民白发的元凶终于找到了 就是被污染了的井水 村民们常年引用有问题的水 难怪身体会出现问题了 好在当地的政府对此十分关注 帮助村里寻找干净安全的地下水源 同时也防止村里的水源继续被污染 至此白发村之谜终于水落实出了 大家对此有什么不同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别忘了 长按点赞加关注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